看一眼有没有枪 哎没有 那完了这 大猪 哎 这被抓的没办法了 这是最惨的情况了 就掰都没有机会给你掰 给个近战武器都行 是啊 配套的我们看到这一次有一个数据 地图数据巨幅 米拉玛的 场军得分是13分 场军淘汰是9.2 那他这个米拉玛的拿分率是确实真的挺高的 而且比重上的话 这个淘汰分数的原处还有队友的架枪 能贴到了定点 取胜一个思绪 高兴一颗火可以灭掉武器兮 这边把这个分数给收下了 嗯 天梅目前114分 然后但看不到太多了 再往西边去走的话 要走到悟空的屁股后面 哦 糟糕了 这很容易信息误判的 因为这边打的是MCG 然后旁边那个房子里面是SMS 就现在在抽它 这波小组应该是被溜了 DDT没漏过 车的位置是保在南部的 如果绕到这种点位的话 跟DDT就会有冲突的 不过FM脸上就是很多的山头啊 12月击倒了鱼人 这个应该是鱼人掉线了 然后翻了一下 这边翻过来好 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底坡 但是坦克抓住了这个时机 将小鬼给连打 补掉了 把伯良放倒的 然后这个分数是坦克拿下 另外一次刚好 罗尔蒂和DT同时选择了一个点位 结果皮克 速九更胜一筹宁甲被放倒 或是DT的其他队友已经 跟随而来了 先放走了速九 这两个兄弟的位置还得跑过来啊 两个人要丢一下急火雷 反驳停了一个 在速九被淘汰之前 应该标出了精确点位的 哦 ft1在抽屁股高点 色身全能 抽17兽也倒了 17的位置相当自闭 拉也拉不过去 过去完全动不了了 这个点被锁在这里了 哇 这一发手雷啊 小鬼也被炸成 最后一个了 DT 四人的一个落位 两侧都能投掷 特别是small cc这个位置 哎又是雷 男人是疯了起来 还要找机会 能不能换一分 修残了 还有mcg的枪线啊 mcg能打到这里啊 人头还被天鹿给收了 那就代表ft1天鹿mcg全能 小北这个地方还没有拔掉 要找机会拉出了 坑里落桃线了 最后天地的是把小北 小北的分数给收下 那三级套都被打烂了 小小北已经打了多少次血了 听到了直接丢雷 诶 炸到了 雷配枪限旺再放倒了鱼人啊 再次出手 捕了一个正好看到一个特身 原地有人能抽到的 现在很尴尬 也没有办法给队友挡子弹啊 反坡有人的 再来丢一颗 对手是退到了 哎又来了 要直接贴到了 楼下 山上有留人啊 755侧面直接把马哥秒掉 小明的位置也尬住 找了一波台面进入到房区内 T9从楼上 往Pero和SMS这个方向去套 得打两个 好 一波出枪 AZ是倒了 Pero还剩最后一个 SMS75侧面的一个出枪 白龙马倒了 啊 欲要丢雷 正硬的道具破绝 没有 现在SMS被两边夹住 那就可以一滴血 一血锁住 T5也没了 直接裂开 而且刚好这个位置人可以拉起来啊 目前还保持了一个很好的编制 又把AZ给打了 这次被捕掉了 并没有被扶起来 很清晰了 四战断这波 一换一拿分了 再往前进的话 悟空的枪线已经拉开 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 主动输出 先拿火去封位置 正好 换了一个防徐 知道对方要出息 呃 在打掉的同时 自己也是被修残 然后蓝圈带走 起笑 左侧的一个切圈 MCG在里面加好点 CTG这波功楼 还要考虑到侧面枪线的一个问题 很头疼 后面还来人了 巨幅派两兄弟过来炫驾 猴王的屁股 糟糕了 这个位置要出事了 CTG 还有雷的 都不用打血 把CTG赶到了房间内 在围墙内了 这两支队伍只能强行内耗了 MCG也撤不走了 坦克把猴王击倒 击倒之后直接开车走 我要进圈 慧慧上来先补个人 然后也要撤了 削弱了对手就溜 FTY的防区 RBS就直接强硬的贴了过来 龙四根跳窗 瞬间完成击倒 FTY这局也拿了不少的淘汰 NEW HAPPY慢慢的已经进圈了 MCG顶高的转场的内部 ET已经做好了埋伏 MCG进来就被包围了 提前枪打了一波 再来一波 还是有两波的防守都守了下来 虽然有检员的情况发生 但这个地方就是会一直去接架 就影响都比较复杂 同时FTY和悟空也是拉近了 天地地再次出手将柏梁连打代步 就是一个头顶加强龙四根 但与此同时龙四根的手雷 将人给炸倒 收最后一个 NEW HAPPY选择要拉过来收割了 悟空也是进入到了专场内部 是一个很好的收割时机 NEW HAPPY保持了满边 脚底就剩龙四根一个人 江浅妍选择往底部去走 依旧没有竞选角度 是的 男的最后收下了龙四根的分数 拿下了队伍的第一分 猴王的过点被白龙马给抓到了 打掉 现在悟空还有三人 CTG5A 在这坑里面暂时能待的 诶 远处灵数修到了 还是点位比较高一些 烟齐找个机会 先把人给 哦 太没了 哦 匆匆的这一发手雷 曲魔被捕掉了 车被掀翻 白龙马把男的过点给打掉了 NEW HAPPY这一波也要去把专场清理出来了 巨幅也同意之前发起的进攻 几只队伍全部都要抢专场的这个反坡 NEW HAPPY已经越点越近了 来了再一波出枪 现在悟空还有三个 三打三 进点 迷迷换成了红点 来了 最后一人 先秒一个 又来一个 但是对方血量更加健康啊 NEW HAPPY也没了 呃 专场里的话悟空还是成功 脸是不是对巨幅压制性有点强呢 又看武帝这颗雷能不能精准命中了 哦 哦 这颗雷 哎 这个队伍手雷是都准 小羊 然后灰灰都有一把 这把就是小武帝弟的手雷发力了 二来一把 今天 三 DDT三颗雷 哦 完了 这个雷 扔过来 先炸一个小武帝弟再扔一颗 全部往后扔了一些 继续的雷的一个补充把人给补掉了 哦 但是 小羊他有雷 哎 你没了吧 我有 这个雷 雷他已经冲起了一波输出了 远点强现在太多了 所有人现在全部都在盯在这个位置上 DDT没 这太惨了 真的太惨了 但对于DT来说这场最好的结果就是把巨幅这两个人清掉 就换 怎么打的 哎 小羊的出手 这波速点还是将林树给放倒 目前 都是两人编制 还能玩 竟然小唐这一波能不能有所收获 这颗雷都炸残了 但是没有炸倒 小童出手将小羊给放倒 局势再次改变 没了好惨 灰灰只能往前冲了 起来硬打 被小童收下 小童完成了一波一穿二 匆匆 这个雷很致命啊 因为崔奇的血量是很低的 我再看第二颗的角度 炸到了林树 没有炸倒 小唐要往正面去顶 小童防去内 匆匆侧面再颗手雷 林树最终还是倒了 小崔已经打好了血 二打二 匹匆一波 再换一个位置 上来去找管家的点 天路有很多的闪 闪完以后直接拉过来 侧面一个母枪 再上来 冲突又反过 被给了一枪头 小崔直接往前 又一枪头 恭喜天霸 这局虽然只有三个淘汰 但是还是追了一些分数的 目前137分